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研制的 空间科学卫星 爱因斯坦探真卫星 今天载轨交付 并正式命名为天官卫星 爱因斯坦探真卫星 于今年1月成功发射 目标是发现和研究 暂现天体 暂现天体是宇宙中的 剧烈爆发现象 就像转瞬即逝的宇宙焰火 这些壮观而神奇的焰火 携带着天体形成和演化的 关键信息 对于研究宇宙中的极端现象 探索宇宙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表示 卫星载轨测试期间表现出色 性能超出射击预期 而以天官命名 旨在体现中国人自古至今 对浩瀚宇宙一脉相承的探索精神 专家介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 暂现天体观测的国家之一 自汉代以来 就有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等 暂现天体的记载 公元1054年 我国就曾记录到一次 超新星的爆发事件 它位于中国古代星座天官附近 古代把超新星和新星 这样的爆发天体称为刻星 因此1054超新星 也被称为天官刻星 那么天官刻星 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 发现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超新星 它的记录非常的详尽 对中国和世界的天文学 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今天人们通过望远镜 仍可以看到天官刻星爆炸后 留下的壮观遗迹 卸状星云 卸状星云在X射线波段明亮 而且相对稳定 因此天文学家将卸状星云 作为一种标准 来测量宇宙中其他X射线源的 辐射强度 天官刻星的观测和记录保存 为超新星 超新星遗迹和恒星晚期演化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 跨越近千年的观测证据 为了纪念中国古代天文学 对世界天文学的贡献 我们把我们的卫星 并名为天官 同时也以此激励 中国的天文学家 做出更多新的中国的发现 来给世界天文学做出贡献 天官卫星是我国首科 大市场X射线天文卫星 自发射以来 以载轨运行十个月 取得空间科学领域 多项重要突破 今天中国科学院发布了 天官卫星的首批科学成果 天官卫星在轨运行期间 开展了持续动态寻天监测 成功捕捉到了 种类丰富的暂现天体 包括恒星 白矮星 中子星 黑洞 伽马射线暴 超新星等 它们的爆发持续时长 覆盖了从几十秒到几个月 我们发现了六十个左右的 非常强的暂现天体 还有接近上千个其他的暂现天体 还有接近五百个的恒星的要发 天官卫星的视野广阔而深远 能看到银河系之外 甚至来自宇宙深处的暂现天体 在天官卫星科学中心 专家给记者展示了 天官卫星捕捉到的 来自256亿光年之外的天体 这也是天官卫星 目前探测到的最遥远的一个天体 这个天体来自于 宇宙早期的干嘛暴的实践 天官卫星看到的 持续了接近1000秒 而同时其他国际上的 干嘛射线暴的卫星 探测的只是50秒的一个爆发 所以我们这颗卫星 能够提供以前的卫星 所不能探测到的观测的数据 可以告诉我们 以前不为人知的物理的过程 让我们有机会研究 来自宇宙更遥远的地方的 天文的实践 此外 天官卫星还发现了一粒 可能的新型暂现天体 由于爆发时 它的辐射集中在X热线波段 且较为暗弱 仅持续了10天左右 很难被其他望远镜探测到 专家表示 新型未知暂现天体的发现 对于研究和丰富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的一个暂现天体 是非常独特的 它的光面起现的特点 能谱和它的演化的特征 都是以前 我们所认识的暂现天体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猜测 它可能是来自一类 我们以前所完全不知道的 新的暂现天体的类型 这就告诉我们天官卫星 它具有发现新的天体的能力 基于天官卫星超宽的观测视野 和超强的观测能力 科学家们还获得了这样的一张 全天X射线天图 那么这也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 所获得的首个全天X射线天图 标志着中国对于动态宇宙的探索 实现在这一领域的巨大飞跃 天官卫星运行在距离地面 约600公里的轨道上 是国际首次在软X射线波段 开展大市场高灵敏度的 聚焦成像寻天监测 它就像一个宇宙天体爆发的捕手 那么它是如何能够探测到 银河系之外遥远宇宙深处的 暂现天体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它有七双独特的眼睛 据介绍 天官卫星搭载了 两种望远镜 分别是宽视场X射线望远镜 和后随X射线望远镜 天官卫星的宽视场X射线望远镜 设计灵感来源于龙虾的眼睛 它们具有独特的光学结构 能够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区域 这种宽视场覆盖 对于捕捉暂现天体尤其重要 因为这些天体的出现 往往是随机且短暂的 同时龙虾眼光学系统的设计 也能提供对暗若暂现天体的 探测灵敏度 卫星它是处于一个寻天的状态 如果有微弱的X射线的爆发 或者出现 就会被这种仿龙虾眼的望远镜 给捕获到 捕获到以后 我们还有一对非常灵敏的眼睛 我们称火眼金睛 它能够对捕获到的X射线展现源 进行更高精度的观测 获取它更详细的科学信息 一旦发现新的暂现或爆发天体 天关卫星不仅能开展精细的自主观测 还能迅速将信息传回到地面的科学中心 并向全球发布天文警报 截至目前 天关卫星团队已向国际天文界 发送了100多条天文警报 引导国际上多个光学和射电望远镜 空间X射线望远镜开展了后随观测 通过全球互联数据共享 共同探索宇宙奥秘 天关卫星是中国科学院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 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 从悟空号 莫子号 慧眼 夸复一号 再到天关 我国空间科学卫星阵容不断扩大 据了解 未来我国还将部署一批新的 空间科学卫星计划 探索宇宙 求解未知的实力将不断增强 2011年 中国科学院发起了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针对一些空间科学问题 发射了一系列的空间科学卫星 像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莫子号 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 夸复一号等 截至目前 共开展了十余次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并取得一系列原创成果 奠定了中国空间科学快速发展的基石 继天关卫星之后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收官之作 微笑卫星 将在2025年底前 择机发射 用于研究太阳风 与地球磁层的相互作用 探索日免物质抛射事件等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 未来瞄准宇宙起源 空间天气起源 生命起源等起源类重大科学问题 我国还将部署研制更多的空间科学卫星 本世纪中夜 我们将提出实施和研制 大约50颗科学卫星 主要的目标聚焦在五个方向 包括极端宇宙 日地全景 时空连移 移居行星和太空格物的方向 将在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太阳系天体的形成 以及生命起源等 重大的科学问题方面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